詞曲 李宗盛 各位香港市民 过去两天香港每天的检测阳性个案 是超过了一千宗 似乎疫情是有一个反弹的迹象 所以今早我在政府内部 也召开了一个高层的跨部门会议 连同医管局的行政总裁 我们一起检视疫情的最新情况 所以也是第一时间通过传媒 向社会所交代 昨天是1179宗 前日是1047宗 无论是输入个案 本地个案 都是有一些上升的迹象 相信两个小时后 由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 今日的数字 都是会过千宗的 自从这两个星期以来 看到每天的检测阳性个案上升 都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群组 大家都记得 由餐厅的群组到酒吧的群组 我们都是看到一些群组的出现 所以在上个月 就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全面展开了这些个案的追踪 目标都是一个的 希望尽快来到去切断传播链 等到不要在社会出现 在我们的社区出现一个大型的爆发 正如我三日前和大家说 上个星期我和我的新冠专家见面 他们都告诉我们 Omicron这个病毒的传播力是很强的 随着社交的活动增加了 就无可避免会多了这些检测阳性个案 也都是由于现在很多人都是惯常 定期或者甚至每天做快速抗原检测 所以即使是没有病征 平时可能不察觉它是一个感染的个案 透过这种频密的检测 也都是找到这些个案出来的 但是专家提出我们都是同意 就要看看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看到病征和住院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 这两年多来的抗疫工作 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保障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 就不要让我们的公营医院 出现了很大的压力 从而可以说是令到整个医疗系统崩溃 好了 看住院的情况 新冠患者截至昨晚的住院人数 一共是422人 但今早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 高拔昇先生医生 都提出香港在什么叫新冠患者的定义 在这里也和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当它是第一次核酸的 呈阳性的样本的收集日期 是在最近28天之内 我们都会将它视为一个新冠患者 但现实上很多这些入院检测程阳性 就是在28天之内是阳性 可能很多都是水尾 它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进入了医院 但它的新冠病毒已经很低了 但从我们的定义来说 这位病人或入院者都被视为一个新冠病者 如何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究竟在现在住院的新冠病者里面 有多少是需要隔离 因为需要隔离就是它还有传播力 有一个感染其他人的风险 往往都是少于一半 少于一半这400多人 现在是在使用隔离病床 无论是属于第一线的隔离病床 或者第二线的隔离病床 或者是在北大鱼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里面的病床 换句话说 多于一半其实都在普通的医院的病房里面 因为他们的病毒量都很低 亦都是不足以构成感染的风险 另外在重症那方面 以我们的分类就是危态和严重的患者 现在在医院就是22人 即是5%左右 而在这22人里面 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是三个人 这三组数字 即是在任何一个时候 因为新冠病毒按着我们的定义 而在医院要留意的都是停留在三四百人 你记得我两个礼拜前 都是大概说这些数字的 而是属于危态严重的 都是十几二十人 深切治疗部甚至少过五个人 这几个数字是有指标性 亦都是现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用来评估疫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也是值得和大家分享 其实当每天的检测阳性个案破千 大家很关注 但其实整体的感染 未至于影响到我们医院的工作量 或者为医院构成很严重的压力 有这个情况 当然是和免疫力有关的 香港经历了第五波的疫情 以及提升了疫苗接种率 现在市民无论是因为自然感染了这个病 从而有抗体 或者是打了针有抗体的比例 应该是相当之高的 所以令到他们即使感染 就是出现重症的机率大大下降 当然如果感染了也有病征 也需要治疗 我们今天比在第五波初阶的条件 是好一点的 因为我们有口服药物 这两只引入了的口服药物 亦都证明是有效可以减低重症 而香港比较幸运 我们买了足够 我今早再问高医生 他到现在大概用了三万剂 有足够的口服药物 可以应付因为感染产生重症 或者因为感染 我们想避免它产生重症 而是可以使用 而这个使用亦都不局限于 入了医院管理局的病人 已经有接近三百个私家医生 都是在这个可以用 这两只口服药物的网络里面 好了 看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今早的会议 就认为都是要继续做事的 所以继续做工作的方向 是减少可能出现大型爆发 或者是会影响到一些 特别组群的感染情况 所以都是采取我们早前说 是针对一些重点的场所 重点的人群 如何可以提高防疫的意识 和抗疫的能力 那跟大家讲一下这几个 重点人群重点场所 第一是学校 大家知道因为今年第五波疫情 我们将本地学校的暑假调动了 虽然现在已经是六月中 但其实他们的学期一直到八月中 因为暑假已经放了 所以在未来这两个月 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学生 仍然是我们重要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一间学校 有一个学校级的大型爆发 但是在学校里面 某一个班级 因为阳性的同学多了 按着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 很多学校都暂时停了一班 但是就未去到整间学校 我们也都坚持 好像我早前说 保障学生上学的福祉 我们一定会尽量保持 学生可以上学的 所以在学校那边 我们现在就认为 我们要继续去落实 我们复课之后的 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这个安排 一直到2021、2022年的学年结束 大概去到八月中 凡是教职员和学生回到校园 当日都要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另外我们也呼吁在这段期间 除了学校活动 如果有些学生 因为借施宴或者庆功宴而出外 都要减少 因为吃饭就是除了口罩 很多人一起聚集、谈谈 最近有一个群组 都是因此而引起的 所以在我们保障同学 可以回到面秀课堂的大前提之下 我呼吁学校在这段时间 都是减少这些校外 吃饭、除口罩的活动 第二个重点的场所 重点的人群 当然是院舍的院友 包括安劳院舍 和残疾人士的院舍 在最近这两个星期 没错 是有几间安劳院舍 因为员工 不是因为院友 是因为员工在外面感染了 发现了 由于这些员工也有服务长者 所以也有一支长者被视为紧密接触者 另外也有几间残疾人士的院舍 有院友 本身是院友 但是他感染 但是卫生防控中心再了解过 其实在这些残疾人士院舍 有些是准他外出上班的 因为他一般未必是长者 我们也有些庇护工厂 有些其他支援就业的工作 所以这些院友是进入了社区 可能是在社区感染了 便回到残疾院 也有这些院友 但是今天在院舍的情况 亦都是比第五波之初 是比较稳固的 第一就是疫苗接种 这些院舍现在打了第一剂疫苗 已经去到百分之八十八 第二剂都超过七成 我们估计很快便会打到八成以上 所以这个亦都是比早前 是比较放心 是可以保护到那些长者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很严格执行一些措施 例如经卫生防务中心 评估之后 这间院舍的院友 是属于一只被感染的员工的 或者紧密接触者 都是要安排检疫 目前我们有很足够的检疫设施 包括在亚洲国际博览馆里面的设施 我们也是随时准备重新啟动 在启德邮轮码头的社区隔离的设施 社会福利署也已经去找到 有一间院舍可以做一些所谓疫检疫的安排 即是如果有一间院舍不幸 就是比较多人感染了 或者比较多的密切接触者 与其将大量这些院友搬来这间院舍做检疫 我们反而将那些不是感染者 也不是密切接触者的长者 搬去另一间院舍 这个方法早前也用过 现在重新启动这个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加强对院友的保护 也是要靠员工频密的检测 因为安务院舍大部分不出街 亲人探他有严格的要求 所以一定是从员工那里着手 现在如果已经打完针 所谓打完针就是两针 我们稍后会提升到三针 就是院舍工作员工 当我们要求他要完成接种疫苗 现在是两针 我们在社会福利署和他们谈完之后 我们将它提升到三针 另外即使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现在每天也在做快速抗原检测才上班 我们会加多一个检测的要求 就是这些员工需要每两个星期 做一次核酸採养的检测 第三个重点的长述和重点的人群 就是在这些厨所里面脱去口罩的活动 一般都是说餐饮的活动、酒吧之类 现在其实很多这些宴会 都是要求要做快速抗原检测 陰性才准进入这个场地 最近我们也将这个要求 伸延到去酒吧、酒馆 但是仍然是需要多做这些快速抗原检测 或者是减少这些非必要的饮宴的接触 所以我们都是以身作诅 本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接近任期结束 都有不少这些占别、宽送的宴会 全部取消了 所以早上大家听到 立法会也是取消了 本来下个星期 下星期二 就是为我举行的一战别五宴 我刚刚今个 两个钟头前我都取消了一个 我宴请所有部门首长的五宴 其他包括行会议员为我安排的晚宴 以至到我自己的司局长本 下星期都会是现请我 全部是取消了 还有其他不详细说了 但所有安排了现请我 但是我不能出席 请大家见谅 我也不希望这些活动继续进行 因为整个目标都是减少 一些非必要的饮宴 和在饮宴场合脱去口罩的接触 接下来两天后就是父亲节 我在这里也要做一个呼吁 希望跨家庭聚会可以减少 如果更加跨家庭聚会 脱去口罩一起饮食 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最后就是既然在这么多的工作里面 都涉及到要加强快速抗原的检测 以证明了那位市民 在当刻是没有受到感染 才可以进行其他活动 特区政府将会由现在开始 更加广泛免费去派发快速抗原检测包 在老人家方面 我们其实都派了两个月 免费派发过千万这些快速抗原检测包 本来到这个月底就停止派发 现在我们会继续派发 也没有什么叫结束的日期 总之派到整体疫情更加受控 另外我们也会加大 给以下的团体派发的工作 包括物业管理公司、建筑地盘 在18区透过民政事务署的派发 通过社团 和所有在特区25周年核准的活动 这些一般都不是脱口罩 全部都是戴口罩的活动 如果需要进入活动场所的参加者 要做快速抗原检测 欢迎他们向有关的部门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会安排送这些快速抗原检测包 给主办机构 另外当然加强监测 包括在污水病毒监测方面 会加多采取样本 如果样本发现病毒量高 我们也会继续进行这些围风强检 和强制的病毒检测 最后当然是要加强执法 所以有关的巡查部门 都不会松懈的了 在这段时间会加强巡查这些指定的处所 确保他们有遵从这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由我请两位局长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再作一个补充 好 现在是提问时间 上回问的记者朋友请先举手 喊到你的时候 请讲出你代表的传媒机构名称 然后用我们给你的麦克力来购问 出席的记者朋友都多 我们每位记者做得问两条问题 还有都是不施追问 首先是前排深色衫大眼镜的我们的记者 您好 这是NOW TV 第一就是想问 讲到疫情现在反弹 你一些五宴或者 本来和首长的晚宴都取消 那七一走现在会不会打算取消呢 或者是会用一个怎样的形式继续举行呢 有没有说和中央那边沟通 会不会因为疫情反弹 其实领导人都未必会来港 或者北京有没有跟你说过 看到疫情反弹上去一千宗的话 都不会考虑访港这个安排 第二就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刚才提到 看到疫情反弹 亦呼吁不要跨家庭聚责 但是一些可能社交距离措施 为什么现阶段没有考虑要去再收责呢 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理由 或者是如何去衡量那个界线 反弹到什么程度 才会考虑去收紧社交距离 或者现在为什么还可以再等下不收紧 谢谢 第一就是 凡是涉及领导人访港的事 我就不会有任何的透露 但是我们当然防控疫情 既有一个本地的需要 亦都是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安心地去 去庆祝25周年 因为自从在4月中打后的疫情 不是很稳定地向下来发生 很多机构都趁这个机会 做一些慶祝回归的工作 特别是经过这5年 发生了这么多严峻的挑战 很多社团都觉得 25周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 真是一个香港再想征程的时刻 所以不是很想错过这些慶祝的活动 我完全是同意的 所以我们都是尽量能够提供这个空间 或者是巩固防疫的情况 让这些活动能够举行 但是我详情不能透露 不过你提到7.1 如果是特别行政区举办的7.1 其实过去两年都没有酒会 都是升旗之后就进去坐下 看一些表演或者听支持 但都没有饮宴在这里 照我记得 正正就是因为这个防疫的要求 现在的情况正如专家的评估 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看法 随着更加多的社交活动 个案的稍为上升在预期之内 所以并不去到一个说是有新一波严重的疫情爆发 刚才我说过了 都在开始见到个案上升 我们出现了17个clusters 这些群组 其实很多都已经停下了 现在剩下应该只有4个左右 还有些新个案出 其他都停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又回到我经常说的三人拔河 我们在这个时候 处理公共卫生的需要 明知是预期之内 也不是一个严重的情况 因为医院的入院人数 重症人数非常少 我们去应对的能力 无论是口服药物 被用的设施 检测的能力 全部都在就位 所以考虑到经济的需要 和社会的需要 包括市民的接受的程度 或者市民的期盼 这个时候我们不觉得是需要收紧 就是用法律上去收紧一些措施 因为用法律 这个是强制性的 这个是有后果的 如果法律上去收紧 不准你营业 你真的不准营业 如果法律上规定 你不能夸家庭聚会 我们曾经试过 用这么严厉的措施 那是会犯法的 如果你夸家庭聚会 现在未去到这些程度 远远未去到这些程度 但是呼吁是任何政府都有责任 告诉社会 现在的情况 应该最好不要做些什么 或者怎样 那我只是作一个呼吁 尤其是夸家庭 一起约出去吃饭 除了口罩 那更加风险会高很多 情况是这样的 下位记者的提问 前排 旁边的那位男记者 你好 香港01 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 7日的慶祝活动 想问一下 现在不收紧防疫关系 和7日慶祝活动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过了7日之后 就会收紧 谢谢 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收紧 我只是做了一些呼员 和加强检测 来提升防疫的意识 因为有意识和没有意识都差很远 我们每天都提醒自己做RAT 两位局长都有做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会都有一些紧密接触 虽然我们全部都戴口罩 如果你有好的防疫意识 你没错要坐在围桌 8个人吃饭好 6个人吃饭好 那你就吃饭 你吃完东西就立刻戴口罩 才去谈谈 这些全部都是当你有防疫意识的时候 你会做的行为 而我们今天三个人出来 就是说 现在个案破了千 又看到有些源头不明的在传播 提升防疫意识 做好预防 越有意识 越做好预防 就越可以避免需要用法律上 去严格限制市民的日常活动 好 第三位记者的提问 后排旁边的三位女记者 你好 林太TVB 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 就是刚才你提到 院舍的员工 除了接种了第三针 还要每日做快检 还要加多个要求 就是每两星期做核酸检测 那是否代表 其实做快检 都不够 还是不够准呢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都收到消息 就是说 其实有意重启社区的 暂托中心和隔离设施 那其实是否第一个重启的 都有可能是 元朗谭美的方仓医院 那最后都想问 立法会取消了五二 林太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就是会不会说 改为网上形式 或者会后補呢 我不太知道吃饭 怎样可以网上 吃饭 这餐纯粹是吃饭 因为本人已经出席了 立法会最后一次答问大会 亦都发表了我在立法会 最后一篇的演词 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话 要跟立法会议员说 不过立法会议员很客气 想请我吃饭 但正正我出来呼吁 就是大家减少这些饮宴 没有理由自己去吃饭 就等于我们今早开完会 大家都认为没有理由再吃饭 所以立即取消了 我们本来坐在一起吃饭 就是这个原因 社区隔离设施 现在的供应是很足够的 现在的供应就是 即是活动用 仍然可以立即使用的 就是有足够湾 而足够湾是分很多旗的 所以足够湾的总容量 是4440个单位 而另外有两间是做隔离酒店的 两间酒店有700多个单位 到昨晚为止 这两个已经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 社区隔离设施 只是用了18% 只是用了18% 即是有八成 还已经是随时可以 接收一些需要隔离的新冠患者 但其他那些包括你说的 谭美社区隔离设施是备用状态 备用状态如果要开就很快 不过在谭美之前 我还有个啟德邮轮码头 是方便很多 设备也相对是完善的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 现在已经进入去规划 将啟德邮轮码头的社区隔离设施 重新用起来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亚博 亚博我们有几个管在这里 亦都是可以作为 给一些如果需要有检疫 这些是密切接触者的长者需要检疫 是可以进入去亚博管的 亚博管现在的容量是足够 暂时是足够的 关于安务院的检测问题 在安务院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虽然每一天都有做快速抗原的测试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快速抗原测试 和核酸测试的灵敏度是不同 从税从减低传染的风险 除了每一天都会做快速测试之外 我们就算是打了针 都有机会有感染的 而且亦都因为它打了针 可能它的病毒量不是太高 如果用快速抗原测试 未必是可以测试到 在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都试过做了两轮这些核酸测试 给所有打了针的员工 未打针的员工 就每一个星期都要做一次的核酸测试 不过打了针 打了两针的那些 就会是两个星期再一次 由下个星期二十二号 即是下星期三开始 就进行每两周测试 好 下一位记者的提问 最前排 红色衣服的位女士 大眼镜的位 嗨 谢谢梁 Lam 我问问 是北京给您的指示 如何处理到大约的状态 是否他们很害怕 是否这是您的选择 要参加这个级门议会 或是他们的吗 通过这个长的旅程 对抗疫症的疫情 你会感谢 我见识了 那我和我的班 我做了一个非常散开的批划 这是第一次设计 我记得 在一月月中 2020 我当时 我会有三个管理 我提供了 一切的规划 第一次是 一切的规划 وال证明 那些规划 必须得到 在时代的聚会 你会有可能 一定要私答案,出现了一些答案, 我会 give you answers. so this is only natural, since the daily confirmed positive cases have escalated to over 1,000, although I am coming to the end of term, I still,I am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fight the COVID-19 so I chaired a high-level cross-bureau meeting this morning joined together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nd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transparency I thought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e outcome of the discussion so that's the purpose of hosting this press conference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fight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when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needed help they would almost immediately give us the help we need in various forms and you have already seen this at least on several occasions but on this occasion, in responding to another question I said that we have sufficient supply of CIF, testing capacity and the antiviral oral drugs so I do not see the need to appeal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ny assistance or support for the time being I could not say whether they are worried but of course, in light of a spirit of concern for compatriots in the Hong Kong SAR, our motherland is always concerned whenever there are thing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which they feel that may cause the Hong Kong people a bit concerned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 have to stress that this these sort of upward cases,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are not unexpected because we have almost returned to normalcy as far as social activities are concerned and so, in a way, this is not an alarm bell yet but we will closely,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if between now and the 30th of June there are other occasions that I need to chair meetings I need to decide on policy measures I will still meet you people and through you people to disseminate the needed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also ask the next question One more question the last question Mr. Hs. 院舍的選子在哪裏 另外就是院舍的員工 他們要提升至打第三針 具體的安排是怎樣的 你回答的 剛才行政長官都說了 現時我們用的主要是阿博館 就有四個展館 現在我們都跟醫院管理局 你知道他另外有四個展館 在備用狀態 我們會用兩個 這個應該在幾天之後 就應該可以啟用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另外一個也都會由現時的備用狀態 會轉為一個檢疫中心 這個就是啟德郵輪碼頭的一些設施 需要少少的調教 對不起 第二個問題是 第三針的安排 我們都要回去跟持份者 會談一談那個安排 最重要就是定那個時間表 即是幾時之前要打完第三針 當然我們要先掌握 因為今天我們的所謂完成打針 就是講兩針而已 但我們都知道 有不少的員工已經打了第三針 所以要看回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在一個合理的時間 但要求他們完成第三針 這個稍後會作出公佈 我們今天召開會議 主要是由於這兩天 都是過千個案 所以需要再看看情況 特別是請醫院管理局的行政總裁 我也是要重申 我們抗疫的最重要一環 就是不要讓香港公營 醫院系統崩潰 所以數字上顯示 現在的情況是穩妥的 另外今天說的 都是提高防疫意識而已 我們並沒有進入去限制市民的活動 也沒有偏離了 我早前說的 就由現在到六月底 都是希望維持回現狀 讓市民可以有回正常的生活的同時 也都是當25周年到來臨之際 大家都是有一個空間可以做一些活動 所以你看我們都很有針對性 我們比較呼籲 比較要做多些抗原的檢測 都是針對那些要脫下口罩 如果大家戴好口罩 尤其是近日我們都是推廣戴KN95的口罩 甚至我看到有些朋友都戴兩個口罩 這件事是相對安全的 但是有一些脫去口罩的活動 甚至有一些不太符合我們要求的活動 比較風險高 我們認為這個時候應該是提升大家的防疫意識 等到這個得來不易的伏償 這個狀態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不但只去到七一 希望七一之後都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況 多謝大家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